欢迎各位亦有全面进场 5月25日礼拜六的第一节 我们先去跟进一下香港的最新情况 有两单消息要跟大家分享 第一单消息 中原城市领先指数CCL最新报144点 今个礼拜跌幅扩大至1.3% 创了9个礼拜以来的新低 而指数至今也连续跌了4个礼拜 向下迫近楼市设立之前的143点低位 中原集团创办人施永青认为 设立效应逐渐消退 楼价缺乏上升动力 第二单消息 入伙大约一年的屯门楼盘Lofland 屋苑第一A期较早前有两房业主 被银行要求call loan 沦为银主盘 单位先前推出拍卖无人问津 最新再度砍价以510万元成功沽首 交买入价 蝉蝕147万元 在讲到之前 首先要欢迎告一旧 记得免费订阅我的频道 多谢大家的支持 我们今个礼拜的直播节目 就安排在今晚进行的 香港时间晚上10点半钟 希望大家多多支持 踊跃捧场了 因为我们有好一段时间 都没有做到这个直播节目 我们今天就伏播 希望大家多多收看 说回今次的主题 要跟进一下香港楼市最新的情况 因为之前有些盲目的大好友说 楼市一切辣 整个楼市就会重新激活 一会有大阳春小阳春不绝于耳 总之有些人 为了达成交易 无所不用其极利用他自身的地盘 来到去吹嘘 我们早就判断了 在你设立以后 楼市怎么都会是弹一弹的 这些是所谓死猫反弹 弹完之后很快就会借回 现在的情况一模一样 正如我们先前的论述 我们看看客观数据 中原城市领先指数最新报144点 切辣之后的10个星期 是5升5跌的 而最新的4个星期 都是跌的 累计跌了1.97% 差不多是从反弹之后的高位 跌回2% 切辣之前的CCL是多少呢 143.02 目前报多少呢 144 已经是连跌4个星期了 10个星期里面5升5跌 最近这10波 5升5跌 而最近这4波都是跌的 势头就很明显了 那些人喜欢看这个楼市 当百家乐路指 现在长期开闲 好吗 不要再发蒙 有些人还在发蒙 我们一早就说了 切辣就是对于那些二手楼业主来说 涂生门打开了 就很趁着市况交投活跃 叫价好一点就放了他算了 如果有些人只是打算移民 你说打算长住 那我没什么好说 每一个人有不同的决策 我不会评论的 因为向来我也是很尊重 每一个人有他的自由意志底下的决策 只要你的决策是经过心思熟虑的 其他人没什么好说的 没有说移民才一定正确 或者留港的才一定是爱港 不要浸习那么多这些道德绑架 情绪勒索的东西 在里面纯粹是讲楼市就讲楼市 那我们一早就说了 喂 你如果是要移民的 要卖楼的 好趁着他切辣这个涂生门打开 你就好去放了 如果不是 一手市场必然是会擠押二手市场 现在就是这样的情况 太多发展商有那些一手楼的 货美职押住的 制销单位排山倒海这样要推出来 砍价求售的 相比起二一年时候的高位 砍三成有资 所以二手市场有什么可能 是可以有口好吃才行 有些人恕让 就是笑人 二一年买楼现在去卖 虚了 那你移民的时候是不是少了钱 你不要笑人 人家那些叫做壮事断臂 输少当赢 要有这个心态才行 没有说赢 输少当赢 及时离场止舍 都是一种智慧 你现在不放 你打算什么时候放呢 你打算真真正正反弹的时候再放呢 不知何年何月得尚所望啊 所以 我一直都劝人要面对的客观现实 没有时刻发梦 如果是这样发梦 不如说中乐合彩 中3T 这些没什么意义的 发梦来的 现实归现实 我们再看看现实数字是怎样 中原地产研究部高级联席董事杨明仪指出 CCL已经重返到2016年11月中的水平了 但仍是处于超过7年半的低位 今个星期的指数 就是144 比起历史高位 2021年8月的191.34 累计跌了24.74% 即仍是跌两成半的 较去年4月168.4 高位跌了14.49% 即与去年比 仍是跌差不多一成半 2024年暂时累计跌幅2.18% 所以切辣基本上已经是 即是你要去吃春药 那剂已经写了出来 就是之前这样淡一淡 已经没有了 即是吃春药都没有用 要顾本培圆 是吧 你不信问一下中医师 吃得多没什么益 那你吃完这剂 切辣春药之后 你还有什么给他吃呢 当堂吃吗 就算你这么有本事 春药当堂吃 你也有存货才行 现在切辣 全切辣 吃光了 那你还有什么春药存货 你还想到陈茂波 头都爆了 他还可以怎样做 他无计可施的了 是 你要那个 楼市 升回头的时候 一定是要 基本因素是利好的 我就看不到 什么基本因素利好的 不要说政治先了 只是说你这些经济的因素 整天吹嘘说 那个息口下跌 什么时候跌呢 就算被你跌下去 是不是就可以反弹呢 又回到最基本 最关键的政治因素 国安法23条 然后外资撤退 中美交户 连带港美交户 有些战狼 好像怕香港死不撤 马金赵老尾 以为有饭开 他本人有饭开 市民就惨了 再加上一件事就是 在2020年以前 港楼不是全靠七百万香港人可以炒得起这么高位 是靠大陆佬 现在这帮大陆佬的土豪劣身的资金去了哪呢 就是不下香港 这些因素偏偏没有人提及 民伤事发今年一月生后 大陆法院判决可以拿来香港法院申请护认 为什么施永青之流不敢提呢 怎样提呢 提了之后 猛烈地在社会上唱开去 你让人知道原来大陆佬对香港的楼市 是没有信心的 其实不是对楼市没有信心这么简单 是对于私有产权的保障失去了信心 什么样子就走了去东京去炒楼 整个外媒都卖出来了 要是否面对客观现实 靠香港人可以炒得起 炒了那四个星期 五个星期五大把 现在倒跌回头了 经常说靠投资客 换楼客 启动换楼链 什么都可以说出这群人 告诉你九十几个术语 到最后 客观事实 还客观事实 就是会跌回头了 十个星期而已 我们看看施永青 和舒老板有什么 中原说 新盘以低价抢客 估计短期 一手仍然会主导楼市 二手持续受压 相信CCL下个月底 就会下市一百四十 即是重度跌回头 仆街还比撤辣 我们早就判断了 施永青怎么说呢 他说撤辣效应逐渐消退了 楼价缺乏上升的动力 他相信楼价会在 现水平 好淡争持 但是不一定会在十级以下 始终撤辣以后 市场结构改变了 不单由用家支持 还有投资者的支持 但是问题是 现在投资者的增长有限 说来说去 他就说 还会大约横行 很淡争持 会一直横行 一路降 他不会突然间断崖式的暴跌 但是 只会不停反复向下 这个势头已经出来了 我又不明白 施老板 之前在他AM730的专栏里面 你说有一股恶势力 是集中火力攻击的楼市 不希望香港欣欣向荣 你现在走出来说 那个CC会跌到140 那你是不是 一股恶势力 不想香港的社会 欣欣向荣 请问 然后还叫人租楼 不要买楼 这些就是会形成负面的互动 对于香港人重建自己的信心 起破坏作用 我有份说的 告诉你 但是我绝对不是要什么破坏香港 你开名 够胆 是不是在告诉我 我在这个节目里说了两年有多了 叫人不要买楼 你要买就三思而行 尽量租 因为你现在这一刻去租楼 一年以后再买 楼市的跌幅一定超过你租金的成本 我说的 事实就是从2021年到2024年 我这个理论是正确认验了 而不是什么走去什么 对香港重建的信心 起破坏作用 破你老母 这么大势力 我这个节目 我纯粹做这个节目 任何一集都好 凡是提意见的 都是从香港人的根本利益角度来出发 无论是AMPF之前 劝誉大家转去选美股的基金也好 或者如果你打算 新婚家庭去买楼 我劝你租的 以租代买的也好 我全部都是从香港人的根本利益角度出发 没有说是害人的 我没有害人 我没有收钱说话 有没有说电影公司赌钱给我 我之后帮他出十集节目 叫人去看金手指 我有没有做这些事 有没有收钱 人家来投放广告 我又不断宣传 VPN好用 我从来不做这些事 所以我做这个节目 说话都特别大声 实牙实耻 因为我不是收钱说话 我没有利益左右到我 我就是靠YouTube收视 和大家加入会员 就这么多了 就这么多了 再加一个Patreon 没有了 行 所以 别想着走来 有些人 我又说 人家宣传VPN 你又不应该去倒米 关我什么事 我提醒大家 不要以为VPN是万能的 这件事我有什么错 等同于2019年的时候 我一样有在节目提醒的社运友 你不要以为Telegram的apps 是可以 很凌劲的 真是可以月后即焚 发完出去之后 神不知鬼不觉 没有人可以看到 我们是有做良心的呼吁的 结果后来大家看到 王之锋 那案就是这样 他发出去的Telegram的信息 警察可以在以色列买一个软件回来 月后即焚的信息 全部可以重新回来 所以我叫大家 就算用VPN给几十元买 也好 VPN唯一的作用 就是让你翻墙看到一些禁网 它不一定是政治上的禁网 行网也有禁网 总之什么网也好 凡香港IP上不了的网 你可以经VPN上 你就保持着一个这样的心态 VPN就是这个功能 你不要想着可以匿宗 隐藏身份 发梦没那么早 你给几十元一个月可以做到这样的功能 你觉得会不会是大上头那些 等同于Telegram 从2019年到现在 有几多人是因为当初误信 接收了一些错误的信息 以为Telegram是完全保密的 你发什么都没人知道了 结果很多人就是误信了什么 那些年轻人 有几多因为发Telegram的信息而坐牢 有些还坐完 是不是受到错误的信息 误导 我们就在这儿正本清闻了 VPN的而且可以让你翻墙看到禁网 但你以为在香港境内经过VPN上网 然后不断发表一些不知什么的言论 我劝你小心点 你不要去冒这些风险 就是这么简单的嘛 我从来都是 劝大家保障自己 你有得这么长命的 在自由世界里面 你才能看到更多的东西嘛 我们哪有错呢 我就不是说 有个广告商找你 去推销服务或产品 你到底什么都说得出的人来的 一定要提醒观众 不要以为真是万能 Telegram 如是VPN 如是 你要善用它 你要知道有个风险在哪里 我没有说 叫人不要用VPN 不要塞进我的口 你可以用 我觉得没问题 但你不要以为是万能就行了 是不是秉持着良心来说这些说话 不要走来批准我 又说叫人不要用 我几年时又叫人不要用 发神经 我叫人不要买房子 然后有些人又说 你神区常在节目那里 叫人不要买房子 那还哪有人去买呀 那些移民的人怎么卖呀 卖给谁呀 你想想我的节目 多人听 也只有十万个点击 而且有三四成的观众 是来自海外的 英美澳加 和其他国家的 六成至六成半左右 就是来自香港的观众 听极多极都是 六万两而已 多过亚士少少 他倒闭之前 不可以说很大的影响力 没说个个都听完我的 所以我是在这个节目那里 叫人不要买 转买为租 有什么错呢 事实就是证明我们正确的 你要个楼市升回 最起码的基本因素是要改变的 不只是在这里谷说什么 减息的那些 而是说你最关键 最核心的问题 就是政治因素 国安法23条仍然存在 外资撤退 你告诉人家 楼市会升 怎样升 大陆又不下来买 然后有些人就开始吹嘘了 移民潮已经到尾声了 谁知道又被英国政府的数据 英国内政部在前日公布了 BNO 签证的数字 原来今年第一季收到一万宗的申请 按季升了一倍 至今累计批出的BNO 签证 突破了二十万份 超过十四万四千人 已经抵达了英国 今季一万零七百三十七宗 差不多一万一宗 是很厉害的 大佬 又升了 比起二三年的第四季 又升了一倍 这些数据为何不提 移民潮玩远 移民潮结束 你看看多少幼稚园倒闭 所以 不要发神经 很多人去找救又走 好了 人就不断走 特区政府是很厉害的 做一些人才 高材 很多了 我不知道何太是否其中一个人才 可能是 我不知道 总之你弄了一大堆这些人 下来的时候 人头上的确实是剃補了 实际效益上 这些人是否会去买楼 会置业 走了那些人 很多都是卖楼 是中产人士居多 当然有些是基层 较少了 不是说没有 很多都是奋斗的故事 有血有泪 但是很多都是中产的 好了 你现在引入这些人 那些人是否会买楼 去了哪里 还是住公屋 有些人去了哪里 那些人去了哪里 有些是在深圳买楼 在香港出粮 又回深圳工 又有 你逮捕了那些人 他的质素是怎样 不是说他的人格 而是说他在经济条件上的质素 是不是逮捕得来 再加上那些 土豪烈身走资客 他还有胆量 来香港掃楼吗 你的报纸登出来 网媒 有没有大陆来掃楼 差不多去东京 华尔街日报 最新一篇报道 就说 大陆的富人 扎堆移居日本 大举扣置房产 人家整篇报道登出来 有了客观数字 不停地涌去日本 去东京住 有些人还说到 香港这些条件很吸引 有几多大中心 一会又说招商引资 自己有也引不下来 你去哪里引不下来 杜拜王子来了没有 浪费时间 有本事的人 自己移动 等到有一定的经济条件 他就送人 引入了 你不知什么人下来 大陆有钱那些又不来 你告诉人家 楼市会上升 怎样升 多鸠鱼 这些人都 一味是怂恿那些人 去接火棒 是 大佬 不要这么没良知 才行 做人 对不对 你见到 是那个情况 出现了问题 你只出问题 才是嘛 而不是继续怂恿那些人 你快点下答吧 趁便宜买 执便宜货 你老母越执越便宜 执便宜货 接下来我们看看 银主盘的情况是怎样的 入伙了大约一年的屯门 Nofland 孟屋苑第一A期 较早前 有个旅行房的业主 被银行召喚 这个单位位于 1A期一座高层的P室 使用面积418平方尺 据了解 单位原先由一家 本地小型银行 以银主的身份接管 并且以560万元 涉让叫价 推出拍卖场放售 其后主动减价至528万元 重新推拍 但仍未获承接 经过多次拍卖美果以后 最新获买价以510万元买入 单位成交赤价 12201元 据成交记录冊显示 这个单位原先在2022年8月 以657万元 5300万元 沽出 原业主 辞货一年有多 被银主没收 最新的成交价 比买入价 低了147万元 贬值了2成2 我都知道说这些手新盘的涉让 肯定有班人走出来拼嘴 很喜欢拼嘴 拼了你 这么聪明 因为有些人买楼 其实是账面 可以 偷偷回佣 会不会回佣到147万元 暗家产 屌你 薄薄薄 这些人都 会不会回佣到147万元 短短一年亏 差不多一球半 我当他回佣回回47万 给你好吗 你老母 已经算得有 你还亏一球 你出去租楼 去屯门租楼 租楼 两房 418尺的单位 用不需要一球 整楼租单位 如果楼零是高一点的 怕且可以租4年 半新盘的 起码都租3年有多 100万都是计少了 你回佣回忆 多少才可以的 你应该是亏球半 如果你真真正正是亏 2003的 你还不是亏了3、4年的租金吗 你如果迟一年才买 是不是有便宜球半 我们的理论哪有错 就叫大家观望一下 以租代买 因为楼市一定会继续跌 有没有说错 如果当初有些人听了我们的意见 一早买楼 就恭喜他 其实每次都有这些益友 做见证的 就多谢我们这个节目 提醒大家买楼 我们在2021年开始说的 就是在你楼市最高位的时候说的 因为那时候我们看得不妥 那时候香港楼市仍是升 但是比起全球的主要市场 升幅是低很多的 人家全部的双位数字升幅 香港在2021年也是个位数字升幅 我们就已经判断得到 实际是跌 名义上是升 那时候我们已经叫大家 要卖了 很多人赶得及 就卖了 我恭喜他 也有不少人见证 所以我们做这个节目 是有社会责任的 我们过去的三年 叫那些准备要资业的人 你先抵定点 租一下 不要买 那是不是从2021年高位 到现在 跌了两成半 如果有个人在2021年历史高位 可以一千万买了一层楼 平均现在就跌了两球半 短短三年的时间 跌两球半 租楼是否租到那么多 这是社会责任 是否良心 所以 一定是要 说那些东西出来 要自己都相信 你老母不应该 为了一些利益 而去乱说 误导了市民 喂 你告诉别人会上升 楼价下跌的时候 你是否向他们吐回 我想请问 这是什么人来的 恶势力 好了 这一节说到这里 多谢大家的收听 拜拜